讲了五天 我终于被姐妹催促着打开了陈毅之前的考古视频 毕竟这个暑假 琉璃太让人上头了 然而 外外没有想到 考古永远都是杀雕新世界 我严重反应这玩意 2016年前都干了些啥 我保证 看完视频你不亏 你记得点赞就行哦 让我们梦回一下 2011年 于妈妈制作的公平大戏 《美人天下》 陈毅的出道作品 说实话 我当时都顾着看美女去了 多少人跟她一样对她是魔的 为何印象 然后2012年 于妈妈和花瑞又手拉手拍了 王的女人 她又打酱油的演了一个 我看完整部剧都不记得的人 不过考古居然让我盖着到了 这个角色的猛点 如果你也是 请把野打在宫廷上 说完出道前两年仅有的古装 下面我就要说后面那几个让人 做阿头抠脚吐槽的作品了 那是一个传说叫 会心天机的公司出品的 一系列小小小小小电影 但我打开了第一眼 这不就是青春和爱情片吗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大错特错 他们其实都是恐怖片 原来对心 然而 这无奇马黑的画面 Oh my god 太辣眼睛了 果然 口鼓有风险 打开需谨慎啊 2013年 她还拍了两个片子 结果 翻遍了圈网 认识找了个寂寞 因为没播至今没播 接下来就是考古杀手锏了 两个让笔站网友考古爆笑了一个暑假的 东小姐 你看这个造型 你真的是绝了呀 你发机械 我差点没有笑抽 还有变梦奇缘和不可思议 这两个让我笑哭了的片子 当你以为她可能要成为一名洗衣演员的时候 停 2016年花日一不提名字 把这娃拉回了正常轨道 正是林金宇这个角色 俺才第一次知道陈毅这个名字 不想找到 新年笑笑 大坑 我真的没有盖得到这娃的原则 我朋友当年直接甩了一句话给我 他补装体制挺好的呀 苍生退百事的 不管当时没在意 就连整个居然都是拉着快进锅玩了 直到当时全网对他破颠概率的骂声 导致我后来一度以为 这娃是不是被骂的 遇遇 自逼退圈了 直到2019年暑假 他带着怒海前沙芝 请命等速中的张启琳来了 等等等等等等 当时明明是冲着小猴子去看的 没想到还盖起了一个新的 让我对诚意的颜值打开了新世界 他是怎么做到 脱衣有肉穿衣这么显瘦的 这怎么了 好了 下面就是我们2020年 惊吓上头大剧 琉璃了 其实去年出了手摆一个 那点素材 都快被逼干UP组为剪烂了 开播后更是让大家看的根本停不下来 我的妈妈呀 这是什么神仙演技呀 这是什么神仙打戏呀 这是什么神仙演技呀 这个夏天 宝藏男孩终于是被发现了呀 但是 紧接着 环瑞大礼包长安诺就来了 苦戏整的又炸到我的心了 这边小淳蜀还没看完 隔壁梦醒李妍就开始糟动了 古风气质妥妥了呀 不过楼瑞 你看这一颗带模具 都是何嘉环大礼包啊 考虑一下观众的感受嘛 最后UP主想说 一个人成功的背后 可能是十年 甚至几十年的付出 诚意 一个打戏几乎不用替身 连走路都在看剧本的 常驻横店大公仔 十年磨一剑 吃金子总会发光 只活在当下 能做好自己 最后 你都看到这儿了 你可不要拔一瓢哦